先說明 以下這段少文一分鐘 訊息嚴重不足 下訊息不足你還弄? 玩東西嗎? 學者練乙增博士哪文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 訊息嚴重不足 屬是屬非 目前還未能準確判斷 只不過 他不理那麼多 利用齊恩的健康和情緒問題 去借題發揮 拿齊恩件事 講兩地關係和踩屎歪 還拉到公民抗命 命運自決 這樣去搞一個病人 難怪身為齊恩父親的梁振英都憤怒了 法文回應說 政治公蠍和不及家人 請練乙增和有關報章 停手地說 那又是呀 CY早幾日 已經好憂心 講明齊恩的健康狀況有問題 但有些人還借題發揮 不顧著齊恩的情緒 真的要問一句 是不是人來的 不過這樣 網上其實都有不少網民 為CY和齊恩打氣 支持特首愛女的心情 願一家人生活愉快 這些傳媒又亂寫 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如果是自己家人有病 你接受到人家亂說嗎 齊恩早日康復 康開心心過每一天 希望她好回來 請傳媒人道些 放過梁小姐 都專門是你的家人 你們又怎樣 齊恩